祝他早日恢復健康 我想都不应该嘛 我们对人跟人之间 基本上你不管怎么样 大家人跟之间的那种关怀是最要紧的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那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病毒是不认任何人的啦 只要没有把自己注意 或是放在高风险里面 都会增加离病的风险 你觉得他的环境都是经常高风险吗 也不能这样讲吧 毕竟他当总统 在竞选期间会接触到很多的人嘛 那可能你接触到 尤其美国又相对的 他算是感染的比较多人嘛 所以那可能性相对就变高 我想都不应该嘛 我们对人跟人之间 基本上你不管怎么样 大家人跟之间的那种关怀是最要紧的嘛 像我们台湾这次 在防疫上能成功 也基于我们对互相的一个关怀 我们才会成功嘛 那讲到世界要能够和平顺利 那当然都是要互相关怀嘛 现在乐祸或反凤 其实都大可不必了 是不愿意的 是不愿意的 我先听到今天 在我身边就想要 我先听到 这段时间 一段时间 在我身边的 我先听到